Defi 密集大東胎 嗨大家好,我是成品 這是場景錄 今天是Defi密集大東胎 Chapter 1 的第五集 我要來為大家Demo一下 怎麼實際使用Defi 這邊是一個我剛剛準備好的一個新的帳號 我給了它0.2顆以太幣 首先就是我要試著把我的Easer換成Defi 這邊簡單介紹下兩個交易所 一個是Uniswap 另外一個是Kyber Network的KyberSwap 通常我們在做操作的時候 都會盡量去多比價幾間交易所 來選擇報價比較好的Trading Pair 那這邊以帶來說的話 我可以先試算一下 比方說假設我要放0.1顆好了 那這裡的報價是會換到16.9個帶 那同樣我來到Kyber這邊也試著摸摸看它給我的報價 那這邊來說的話 Kyber目前的報價會略低一點 是16.88 那我就選擇用Uniswap來做這次的示範 那按下去之後呢 它會要你用你的錢包去簽一筆交易 那這邊可以設定一下手續費 那它預設會有一個 如果你希望它快一點 可能就可能設高一點 那如果你覺得你可以等的話 設低一點就比較省錢 那這邊我就送出交易 那在Uniswap的界面裡面 你其實還有很多不同的交易的選擇 像你可以用以太幣買各種不同的代幣 就是只要它上面有列的都可以選 那像你要買這種就是ERC20Token都可以 那這邊可以看到就是我的交易已經完成 所以我現在帳上的0.2個以太幣就被換成了 本來應該是變0.1 但因為負了一點手續費 所以現在剩0.098 那這邊就買到了一些帶 就16.88顆 那再來就是要講到Compound的部分 Compound的界面大概長這樣 就是你一進來可以看到它上面其實不只有帶 還有很多種的代幣 那每一個它都告訴你說裡面存了多少錢 可以看到穩定幣帶是算是最多的 然後第二多的USDC其實也是一個美元的穩定幣 那可是如果你真的要論市場大小的話 以太幣反而是整體的就是市值最多 因為大家幾乎都用以太幣來當抵押品 所以它的市值最高 那按進去帶之後呢 就可以看到它即時的一個就是年化報酬率的一個報價 那像現在的話 如果你要放錢是有年化9.88% 那借錢的人要服務15.57 那我這邊因為是示範放錢 那通常你在第一次使用Compound的時候 你要先用這個Enable帶的功能 就是你要去授權Compound的合約來使用你的帶 所以你會需要做這個我們叫做Approve的動作 那這邊一樣為了加速我的示範我就多付一點錢 那Compound比較有趣的是它會有一個像是動畫一樣的東西來提醒你說 你的交易已經送出 然後正在等待礦工打包它 那下面也會有所有的交易紀錄 那在這個過程中其實我們也不難發現說 就是其實它的借錢的人跟放錢的人的利率是存在一定的正相關 就是如果利率變高了通常是兩邊都變高 然後它會有一個就是公式來決定就是借跟放錢的人的利息各是多少 好那看到這邊Enable已經完成之後 你就可以來把帶放進來了 那這邊我就示範把全部的帶都放進來 那直接按MAX它就代入我現在所有的帶 那這邊一樣就多付一點手續費加速一下 那你在送出之後 這些交易的紀錄都會被留在Compound的網頁上 就是你可以看到你總共做過哪些操作 就包括你曾經supply過帶就是你放過帶進這個系統 然後如果你領錢了也會被記錄在上面 所以現在就已經開始有紀錄了 就是你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supply的紀錄 那你當然你如果還有帶的話你可以再按supply來多存一點錢進來 或者你也可以按withdraw來把錢領出去 像我剛剛存價的錢有這麼多嘛 所以我就可以簡單示範一下 我可以比方說你出一塊錢好了 那這裡比較值得留意的是說 當你在操作這些defi的東西的時候 它都是要付以太幣當手續費的 所以前面像我剛剛在uniswap換幣的時候 我就沒有把我的全部的以太幣也就是0.2顆都換成帶 因為這樣我就沒有以太幣可以付手續費給礦工了 那我就等於說我手上的錢都變成帶 我反而什麼都不能做 所以大家要特別留意是說你在拿到以太幣換成帶 要記得留一些來付手續費 那這邊withdraw已經完成了 所以我存入16.9顆 然後又馬上領出一顆 所以我帳上就會有15.9顆 那這大概是一個簡單的demo 那如果你今天不只想要放帶 你想要存以太幣進來的話 就基本上也是一樣的流程 就是按supply就是存錢 withdraw就是領出來 那它也會就是在前端的即時算說 你總共賺到多少的利息 那除了帶之外有以太幣 然後USDC是另一種穩定幣 然後這個REP BTC 它就是以太坊區塊鏈上的一個比特幣的代幣 那其實到這邊就會看得出來說 首先你要把以太幣先換成美元穩定幣帶才能進compound裡面升利息 還有就是這過程中你可能會為了買到更划算的幣 你可能會需要就是貨幣三加一下 就是看一下說OK 現在不同地方的報價分別是多少 就是換的時候你希望可以換到最多錢 那這邊另外demo一下就是也是一個產品叫EC袋 那它就是有點像把整個過程都簡化的版本 就是你可以選擇使用你瀏覽器上的錢包 然後你也可以用體驗錢包 那它的好處是第一個 它的介面是全部整合在裡面的 你在同一個畫面上可以看到 目前compound的年利率還有 因為我剛剛有存錢嘛 所以資產淨值是這樣 那還有就是累積利息 而且因為compound它是每一個block 每一個區塊都會負利一次 那平均來說大概就是每15秒會負利一次 所以你其實可以在這邊看到 就是它的利息是過一陣子就會增加一點 過一陣子就會再增加一點 就是是可以即時看到它 就是這是你的本金加利息的盒 然後這個是你賺到的利息的部分 總共有這麼多 那再來就是下面兌換的部分 算是比較好用 就是這邊除了也一樣可以立即兌換之外 它換出來的東西就不會是代 它會直接bind以太幣拿去換成代之後 立刻存入compound 所以剛剛我總共做了換成代是一個操作 然後enable是一個操作 然後supply是一個操作 就做了至少三個操作 但在輕鬆帶的頁面裡面 你可以用一次的交易 就完成兌換跟存款跟生利息 所以用起來也是蠻方便的 而且它會直接幫你完成剛剛那個比價的部分 就是它直接看各價的報價 然後幫你選最好的 所以其實操作上是大同小異 但這邊很明顯就是步驟就要少上很多 就是它只要一個操作就好 那你用完這個之後 就它一樣會告訴你說交易正在進行 那做完之後可以預想就是上面的資產禁止就會更新 然後累積利息可能會就重新開始計算 因為你有不同的就是本金了 那大致上就是這樣 然後你也可以就是直接在EC代上面按提領來把你的錢領出去 那只是進場的時候是用以太幣變代存到compound 那出場的時候會幫你換成代 那你可以自己再拿到包括剛剛提到的caver network或uniswap去換以太幣來到交易所出金 或者你直接拿代也是可以的 那今天的demo就大概到這邊 那大家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也歡迎在影片下面或社團留言發問 謝謝大家